健身的風氣 近幾年健身的風氣 可以說是越來越盛行 不少女性都嘗試開始 重力訓練 她們的目標希望 提升自己的肌肉量 令自己的身形更健康 一名網友就說 她看到網絡的影片說 如果一輩子都沒有做重量訓練 肌肉就會越來越少 最終可能會導致肌小症 什麼是肌小症呢 誰比較容易患上呢 對我們的健康有沒有影響呢 可以怎樣預防呢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首先和大家說說什麼是肌小症 其實肌肉流失 是隨著我們人的年紀越大 出現的現象 人到30歲之後身體肌肉 就會出現每百分之一的速度流失 而到了60歲之後 我們肌肉流失的出道會更加快 當患者肌肉力量和身體功能下降 到失去治理能力 就變成肌小症了 什麼人會較容易患上呢 肌小症其實在香港是相當普遍的 65歲以上的人群之中 每一百人就有九個人患上肌小症了 女性更加容易患上的 因為男性年輕的時候 很多時一般都有較多的運動量 身體可以儲存較多的肌肉 而營養不良 心臟功能衰退 慢性肺阻塞等等 都會容易患上肌小症 另外有三個壞習慣都是成因 這三個逐個跟大家說 第一就是吃得太好 不運動 你的肌肉就逐漸被肥肉取代 第二就是吃素不吃肉 因為沒有肉就不能有蛋白質的製造為肌肉 第三就是怕三膏不吃油 脂肪都是合成肌肉的一部分 長期不攝取會阻礙到肌肉的生長 大家一定最想知道 幻想了肌小症 對我們的身體有什麼影響 一聽就知道肌肉少了 即是會影響到你們的活動能力 而不同的肌肉的退化 對人體就會造成不同的影響 身體退化得最快的是有三組的肌肉 第一就是我們的股四頭肌 它是人體最大最有力的肌肉 可以緩衝到關節承受的壓力 如果它是減少了的話 就會加速我們膝頭哥的關節退化 行路的速度都會變慢了 亦都很容易會跌倒 第二就是我們的背肌 如果它是減少 就會影響我們可能很容易駝背 第三就是我們的核心肌 沒有了就會容易有肚腩 會有腰痠 而影響到最大的肌肉 當然是我們的骨骼肌 因為如果它是沒有了 不單止會影響到我們關節的活動 還很大機會令到我們會有骨質疏鬆 容易骨折 嚴重的 甚至可能會身體攤軟 大家一定會想 我不想有這個病 可以怎樣預防 首先就要做多些阻力和負重的運動 不用日常做的 可以隔日重玩這樣做 如果老人家做不到 可以建議你們游一下水 打一下這個太極 因為衝擊少些 就不會傷害到他們的骨 飲食方面都一定要注意 每公斤的體重 每日需要攝取至少1至1.2克的蛋白質 才可以減慢肌肉的流失 蛋白質即是食什麼食物 包括雞、魚、豆類製品、牛奶等等 舉個例 一個體重是50公斤左右的長者 即是百多磅 每日要1至1.2克的蛋白質 即是早餐可以吃一吃的雞蛋 午餐可以吃大約兩隻麻將這麼大的肉 到晚餐吃手掌心這麼大的肉 同時都要攝取好的油 什麼為之好的油 例如牛油果 肩果、肩果、魚類 還可以吃多些維他命D的食物 例如三文魚、蛋黃、菇菌類等等 維他命D也可以在太陽時吸取 都可以減慢肌肉流失 有正面的幫助 所以30歲的你們就要更加留意 即是跟我自己說 要開始做多些運動 不要到肌肉流失的時候 先來後悔 今天開始再現起行 如果你們喜歡我在NEW TV的節目 記得訂閱、讚、分享 還有可以告訴我 你們想知道什麼題目 可以在下次 《欣言話你知》的節目裡 加入你們建議的題目